即使把鹿玲瓏打晕 也难解唐婷婷的心头之恨 唐小豹带人过来的时候 把正在鞭尸的唐婷婷拉住了 婷婷住手 你们拉着点 拉着点啊 敢碰我的龙哥 婷婷 算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阻止张楚兰 说得对 罪魁祸首 是那个王八蛋 之前追上去的那几个 说他们往种礼的方向去了 唐种 张楚兰 你到底想干什么 豹 鹿玲瓏交给你们了 看好家 没问题 这活儿适合我 唐文龙和唐婷婷走后 唐小豹终于有功夫 看向晕倒在地的鹿玲瓏 他的内心一阵惶恐 快快快 知心知心 找东西包扎包扎呀 唐文龙和唐婷婷没跑多远 就看到张旺的身影 旺爷 你们两个就到这儿吧 回小区看好家 我不 非得起手收拾那个张楚兰 带着吧 这年头别说他们 就是我 又能有几回动真格的机会 王爷 你看 这是 全被打败了吗 夏柳青他们干的 不像 夏柳青那边已知的几个人里 都没有这种手段 他们是被狠戏的银针打入穴位 才动不了的 对方手下留情了 针似乎没有毒 只不过这个手法有些过分 为之准就不说了 入针的深浅全部一致 每一根都恰到好处地把针尾留在体外 这是为了方便起针 王爷 咱们会玩这个的也不少吧 有做得到的吗 不带张旺回答 在场几人忽然觉察银针刺来 纷纷向后跃开 唐婷婷口中惊叫连连 亮亮呛呛地退后站稳 唐温龙翻身向后 一膝半跪 身形有几分摇晃 终了流出 没有毒 应该没有毒 不 一定 不认的话 刚刚这一瞬 我已经彻底失败了 嗯 果然 这批水平上去了 居然一个穴道都没打住 偷袭之人 正是把第一批堂门放倒的男人 他蹲在高处竖刹 左眉微微挑起 敌暗我明 张旺立刻拿出一个法器 法器中飞出的蓝色气团 在半空中形成了一个透明的防护 将周围树林照了起 唐能还真有脸气势 记住了 别碍我的事 董 我们打酱油就好 我真不行了 得帮忙啊 逼个调了啊 丁哥 十一点方向 十米 三个 解决了 夏流星呢 用真的更起手 要想不让我们出手 这么多人 你可得全看住啊 尽量 权姓三人说话间 张旺通过官员中三个蓝点 窒息了他们的位置 唐门的人很快就跳上他们驻足的枝丫 图军坊和吕梁 遵守约定向后跃开 唐门门人寓意追上 被侧方飞来的几枚银针拦住了去路 唐门门人侧目一瞧 终于辨别出用针这人的身份 吕梁 屈膜 丁岛安 就他妈你会用针 高绍山趁其跃起 右手挥出树枚细针 丁岛安 也就是那个黑皮肤的男人 凌空后翻 任暗器贴面飞过 他还没有落地 又有一人施展毒杖进身 丁岛安 左手挽花出针 细软长针绷直后 穿毒杖有如无物 来人见识不好 立刻一个筋斗倒翻回去 两人双双落地 一条青色巨蟒 从丁岛安背后袭来 说是迟那是快 丁岛安眼中金光闪烁 反手一掌 一道迅猫将青蛇打散 高哥的侄卫卿被打散了 什么手段 没什么简单的皮空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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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